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M大家好 跟大家收看三晚上说给您带来的DOTAL直播比赛解说 来继续看镇中杯莫斯科联赛第二赛季 淘汰赛第一轮 Secret对战IG的BO3第二场比赛 那么在双方的第一场比赛当中呢 这个IG是被Secret的这个拉比克给秀了一脸 那么这场比赛IG自己把拉比克给拿了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IG的拉比克应该是大Q去用的 看看这场比赛大Q的双拉比克能不能够去展现出来跟对方相同的这个实力 前两手的搬人IG做了一些调整 那么前两手没有搬掉发条 Secret这场比赛是自己把发条给抢了 搬人方面Secret倒是没有发生变化 第二手是拿出了一个冰女 IG则是拿出了杀王的第二手搬掉影魔三四手 看看这场比赛IG在第四手的搬人 先选择搬掉的一个影魔 从Secret的这个阵容来说的话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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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健的话 我真心觉得应该考虑搬一手黑鸟 最近Mayday One的这个黑鸟 胜率高的简直吓人 Secret在第三手搬掉剑圣的话 也是防的一手 Burning去拿这种 偏向于万斤油的carry 那下一手不知道是不是会选择是搬掉狗 选择会搬掉小狗吗 还是选择会搬掉一个蚂蚁 估计应该是这两个应该是选二选一吧 感谢 这个是 这朋友这个名字现在正好是被这个 正好被小学生的这个名字给挡住了 我现在看不太清楚 好像是被你守候吧 还是拉你守候 赠送了66个军队友 非常感谢 Ig选择搬掉了一手船长 还是针对了一下对方的四号位 看看Secret的下一手搬人 我估计可能是 估计可能会考虑搬掉蚂蚁吧 搬了一个DP 上场比赛 大激阳兵的一个DP还是让他没有点蛋疼 看看这场比赛 会不会掏出激阳兵的这个听客 Ig第三手的拿人也是想的时间比较长 按照他们的套路来说 有可能会拿一个在已经没有影魔的情况下 中单激阳兵的英雄还剩下这个听客和丽娜这两个英雄 果然是给Bernie拿了一手小狗 从他们第二手拿沙王来看的话 小狗是有这个可能的 但是现在如果只有一个沙王的车的话 我觉得按照Ig的风格可能是不够 除了沙王那辆车Ig应该最少还要再配一辆 三号位小学生这个点上能够配的车比较好的 也就是马格纳斯 但是马格纳斯现在已经被搬了 鱼狗的车在现在的这个版本不是不能打 小学生三号位的这个大鱼也不是不行 或者说三号位的沙王小学生打的也是相当的6 但是现在这个车确实不太稳 中单位如果要配车的话 就是帕克和蓝猫 所以这两个英雄池的话 吉祥兵的蓝猫比帕克要熟练的多 所以估计有可能会是选择 如果再加车的话 应该是大鱼蓝猫蝙蝠这三个点 小学生的蝙蝠打的也还可以 应该就是这三个点 如果不考虑加车的话 中路的应该是一个利纳 然后三号位的位置上可以考虑配一个 像这场比赛三号位 我不知道大克有没有 我不知道这个小学生有没有练过 三号位这场比赛拿大牛挺好的 中单拿一个利纳 然后三号位放一个大牛 这场比赛这个阵容就比较完善了 我这个直播间的观众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情况 我真的好奇怪 看看Secret的第三手时间不多了 Secret这个拿人现在并不好拿 熊战蚂蚁吧 熊战蚂蚁狼人三选一 如果实在不会拿的话 有可能会先拿 我刚刚说可能会先拿一个酱油出来 然后把大哥放在后两手 Secret的这场比赛 从他拿黑咸这个动作来说的话 明显是对自己这场比赛这个阵容 没有特别好的一个想法 他们也是纠结了很长时间 BP的所需要的时间 其实对于一支队伍来说 是很明显能够看出来在心理上的博弈的 你心理上的博弈一旦失败了的话 那么最后终的一个结果就是 你的BP的时间会用很长 后面的时间你会感觉越来越紧张 如果在你的备用时间 还有两分钟的情况 你选人的时候你心里会很坦然 所以这样你选时间反而短 你备用时间只剩10秒的时候 你选一个人 本来只需要20秒就可以想出来的人 可能需要50秒才能想出来 这个在心理博弈上面 现在双方还都是比较拼 IG如果实在现在想不出来 他的事拿车就行 但是现在蓝猫真的不太适合拿出来 还是选择拿了大鱼 蓝猫现在真的不能拿 对方现在在这个 现在场面上还可以拿出来的英雄里面 包括敌法师 甚至于包括小强 都是可以拿出来去打的 小强去打中单也未尝不可 其实小强中单以前一直是很强的一个英雄 甚至包括 其实到现在为止 苏妙偶尔还会去拿这个小强去打中单 他并不是不能打中单 这个英雄如果你在打中单这个位置上 如果你前期经济比较顺的话 其实他很厉害 只是他没有后期发育能力 仅此而已 但如果你的中单放了一个蓝猫 那他放一个小强 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放一个小强绝对是完克你的蓝猫 就是同样作为中单的这个位置 我可能打不死你别人 但是你的蓝猫的日子也过不好 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 Secret在第四场拿出了死 作为一个常规的打小狗的carryway 这个倒没有特别多的一个想法 IG他最后一手扳掉火猫 也是扳这种配合黑钱的强输出 最后一手的搬人方面呢 Secret是扳掉了一个电棍 扳电棍是要拿黑鸟了呀 感觉是要拿黑鸟了呀 他拿一个黑鸟的话 IG在中路很有可能会放一个猫猫出来 如果中路不放蓝猫的话 就是蓝猫莉娜 这档比赛中单IG这个阵容 我就把这话搁着 中单或者要么就是莉娜 要么就是蓝猫 就这么俩人 Tinker也有 对还有个Tinker Secret在最后一手 是放了一个中单的龙骑 中单龙骑加死问 这都是不怕不太怕小狗的 这个怕carryway 这个杀王和大鱼 这两个英雄都是 我擦 IG最后一手 居然是给激将冰拿了个黑鸟 我从来没有在生死决拿过黑鸟这个音乐 推定走一波 我去 为什么这就推定走一波 你们这也太稳了 快快快订阅走一波 好吧 真的 IG从来我没见过 他们在生死决拿黑鸟这个英雄的 从来没见过 不过这手黑鸟点个赞吧 虽然说甭管结果怎么样 不管结果怎么样 我们点个赞 好吧 我觉得在生死局敢拿出来自己以往很少在生死局拿出来的套路 这个没毛病 这种做法值得鼓励 如果你这样比赛给我拿出一个什么宙思中单 那更值得鼓励 对吧 这个东西我觉得作为这个游戏 一个游戏要想生存下去 真的 不要去拘泥于某一个个别的英雄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东西就跟你不要去拘泥于 永远就用一个姿势是一个道理 对吧 你总要是有些创新 有一些想法才行 Mid1的龙骑这辆比赛中路是直接带着一个大药出的门 PiBi这里是在追过的 应该是准备两个追凉吃树 死问出门装 也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 一号位的死问的出门装吧 算是 Mid1的这一波怎么感觉好像开了个雾 开了个雾被对方破了的感觉 为什么雾呢 并不一定说非得说学别人 这边的这个套路 就是说你自己去尝试一些新鲜的套路 往往会有一些比较意外的吃乎火 另外问一下咱们直播间观众 这个花质跟上场比赛比是不是好一点 因为我提高了码率提高了分辨率 看一下Mp的这个 这个一级杀死问好像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你被撒人 你这撒人输出不够的呀 被对方反达了一个一血 Mp这个地方吃一棵树 再挨一个普攻 没有舍得贴大药 他如果贴一个大药的话 刚才这个最后一个平衡A不死 转身可以再吃一个芒果 给一个锤 这波沙王被对方弄死以后呢 是送了一个一血 打成了一波一换二换一 冰女这里吃小兰 想往上追 被对方举一下往回砸 小兰也被打断了 这波大Q还是比较冷静的 他说哪天做个钢贝或者龙骑的第一视角 钢贝和龙骑的第一视角很无聊的 我跟你讲 超级无聊 这俩货完全没有秀操作的空间 你知道吗 下路如果说让Burning的小狗 跟对方这个黑贤对单的话 Burning唯一能够保证的就只有捕捣了 其他的什么也别惦记了 反捕都很艰难 只能是保证一下正捕 依靠这个青鬼盾加上圆盾加布导斧 给上一个四代伤口打一波 对方黑贤直接是套上一个奔腾 一个离子盾过来断兵了 一个大药贴出来 小狗这波追不上 其实没有必要追 他的师就回去补塔下刀就可以了 冰线小狗一个人面对对方黑贤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你给四代伤口对方就上门头 人家蓝耗还非常低 伯伯卡的这个大鱼 这波跟对方的一个 跟发条这边是想抢对方的神符 但是被对方才看出来的这个意图 没有让他找到这样的机会 补刀方面现在中路两个人的补刀呢 黑鸟其实是落后的 因为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波兵线 这波兵线对方龙骑士比你多囤了一波兵 多囤了一波兵的话 也就意味着你这个时候的补刀其实是落后的 这个刀漏的有点 又是一个反补 你看现在场面上上来的这个兵的数量就明显是 迷对万的这个武器 现在补刀方面是占优的 龙骑这个英雄他在中路对中的一个优势 其实跟大熊猫有点类似 大熊猫是利用这个闪避让你补不到刀 利用这个密斯让你补不到刀 这里看看 这里给上一个弹幕冲击 这要躲的啊 弹幕冲击这个东西被关起来一样是存在的 跟老鹿的恶魔射令是一样的 你把它关起来 它这个技能效果还是存在的 举一手过来吸一点智力 大鱼也跟过来 大鱼能不能追上 直接给一脚踩就够了 这什么配合 为什么踩的时候反而黑鸟是提前回头了呀 看来上路自己的人被击杀的这一波 他比将现在身上 小医生是什么意思 本身一个穿姿一穿二漂亮 小医生这个地方是骗了一下对方的走位 但还是要死 还是被对方这个发条给带走了 对恶魔射令啊 恶魔射令 我刚才又习惯了 又说了恶魔射令 习惯了 看这里还在追 还在一巴掌 漂亮 成功拿到对方一人头 这里发掉落地 直接一个齿轮 把本人的蓝盘光 中路的对线方面 现在黑鸟的补刀被对方龙骑玩爆 龙骑现在22-10 黑鸟17-5 正反姆哥差了5 黑鸟在中路打龙骑 其实黑鸟这英雄 就如果只为了保证自己的补刀 不要想着太多去消耗对方的血量的话 没有哪个英雄在补刀方面 可以占这个黑鸟很大的便宜 除了电棍 电棍可能还占一些便宜 其他的英雄很难去占到黑鸟 在补刀方面的便宜 你就像这种情况 刚才这种情况 你把对方黑鸟一关 你把对方龙骑一关 然后等对方的小兵合击一轮 然后一个反补 这个兵直接就归你了 哎呦 这个运气真好 几张兵 连着两个法球回了两拨篮 一级的法球用来去耗龙骑的血 是没有意义的 讲道理的说真的没有意义 你一级法球A不了两下 你自己的篮回不上来的话 对方你看这个龙骑鞋也能回满了 你二级的龙骑血统 直接就把鞋给回满了 便龙开始去拆你的塔 这个就属于是自己对于这个 英雄的对线 就明显你能感觉出来 激将冰的这个黑鸟打的就不溜 讲道理的说 这不是吹也不是黑 打的就确实是不溜 这个地方你配合自己的队友 去击杀对方的话 你肯定应该是先手去关 先手关 然后自己的队友上来接踩 接着A 这个法球回篮 这个运气真的是不错 但是对方的发条过来了 框住以后要反杀 波波卡这拨被对方 这个发条给反杀掉了 这里一个大招砸下来以后 也没有什么效果 只能吃正弹了 Burning在下路这个小狗的发育 倒是还不错 补刀现在全场第一 来看一下六分钟 现在的发育情况 小狗目前进行第一 龙骑第二 杀王第三 小一生那个杀王 在上路跟对方的死分 去对单的话 肯定也还是比较 日子会过得比较舒服 对方如果别人不管的话 你看黑鸟这个英雄 就我们看所有这种 国际上顶级中单 尤其是打黑鸟 一个点打的比较熟练的 这些选手 他们在用黑鸟游走的时候 的技能顺序 一定是我先关 因为关有四秒钟的时间 自己的队友 有很充足的时间 可以过来去调整自己的站位 可以选择这个攻击的一个时间 而且你提前关 关这个技能 你再把龙龙关完了以后 出来本身是有个伤害的 如果对方身上 有类似像这个 这些关一扫对方的龙旗 这个关龙旗的选择 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龙旗其实现在身上 并没有这个神龙白尾 刚才 刚才龙旗身上 是三级的火 两级的皮 一级的大 并没有这个 这个神龙白尾的技能 这看看下落的黑咸 黑咸这波 我去黑咸一为三 反杀一个 就是加点方面 这个黑鸟没有什么问题 肯定是这么加 但是击杀的顺序 肯定是黑鸟先留人去定位 然后队友上来去接 另外就是刚才在这个位置 刚才这个龙旗是在塔的攻击范围以内的 这个地方被雷旗定住 给上一个尺 好的 这里关了一下自己 你看他这个技能的这个选择呀 这个时候对方的冰女的技能 和龙旗的技能都已经放完了 对你威胁最大的是发条 他选择关的是自己 你关了自己出来以后 不是还是要被发条给 这个时候应该果断的 应该是去关发条 在对方两个人的技能都放完了以后 姬兵这场比赛 这个黑鸟的英雄 确实我见他用的少 讲道理的时候真的见他用的少 我们不是说这个选手打的不好 但是一个英雄 如果你用的次数少 面对各种各样的情况 面对各种各样的英雄 你见的少的话 确实很艰难 很艰难 我们就不能说其他更 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机会 小狗只得开箱会跑了 其实这个就是经验 当你用一个英雄的时候 你见过这个英雄 而且你面对过各种各样水平选手 去用这个英雄跟你兑现的时候 那么你对于这个英雄的理解 对于跟对方兑现的理解 你心里面就会很清楚 应该怎么打你就会很清楚 所以说这个我没有 有很多人说 老说我教职业选手打刀的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 你在某一个个别的英雄上面 可能你打过500次 而这个职业选手 可能他只打过200次 他面对的英雄 没有你面对的多 你经验丰富一些 这边大科这个绝杂 你看这个目标选择的 就非常漂亮 但是自己还是要死 就这个时候 你就能看得出来 大Q这个选手 在面对对方这波游走的时候 他很冷静 他知道你锤完了以后 你很长时间都没有第二个锤 那么这个时候 对我有威胁的是发条和冰女 所以我举发条砸冰女 自己接着跑 这一波被击杀 是因为对方的这个伤害打够了 自己的等级太低 装备太差 血量太少 这个没有任何的办法 但是他的一个选择 可以看 可以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沙王现在的经济还是相当不错的 小一张目前经济排的圈领第三 比对方的这个一号位和三号位都肥一些 发条现在已经到达六级了 这个发条到六级 对于IG来说 又是一个压力很大的消息 发条将比赛在前期 他几乎是没怎么占过线上的资源 他到现在为止七个正步 七个反步 没了 他几乎没有占到线上的资源 然后在游戏进行到十分钟 都是他升到六级 龙骑这里一个奔腾 喷一口火 但是并没有继续往里冲了 达克这个地方很冷静 选择钻树零 如果他直着走的话 他有可能就要被追上了 但是选择钻树零的话 对方就可能追不上来 经济方面 现在黑鸟的经济是三千一 跟对方的这个发条相比的话 稍微多一点钱 但是没有多太多 装备方面第一件装备选择是紧金手 这里一个勾 勾中大鱼 大鱼出不去 杀王这里给上一个大招 加张跳刀 穿刺能不能打出来 伤害还是不够 你看这个杀王现在就很尴尬了 这里给上一个穿刺 再举一下 漂亮 大科这边支援的到来的时机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拉比克这边这个蓝量 基本上卡的极限放出来的 他的蓝量就够 TP过来以后 给上一个 若好能留一个构空曲 我没了 打完这就空蓝了 黑咸从后边绕过来 这是要干嘛 要过来围绕这个小狗吗 龙骑从另外一侧过来 没有能够围绕到这个小狗 死问现在已经是假腿 加是疯脸了 经济方面也是赶超到了全场第二仅次于几方中路无解飞的一个龙骑 再加上龙骑这场比赛第一件装备选择出的是一个点筋手 所以现在 这个龙骑的节奏要是能保持下来的话 这个就厉害了 IG能够从这个B组出现 其实已经 可以说比较不错了 比较不错了 这里勾中 没有勾中黑鸟 背包卡大鱼给顶化 不过杀一个大鱼也可以 因为杀了以后可以推塔 有观众说 问我这个 这场比赛大Q的一个BP怎么想 这场比赛严格意义说 大Q的BP没问题 真的真的没有问题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他拿出一个鱼狗的组合 三号位杀王 四号位大鱼带狗 对方前两手 一个兵女 一个发条 这个鱼狗的组合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 可以说 最后一手拿黑鸟 如果这个黑鸟是Mini1去打 就对面的Mini1去打的话 然后打的是这个激将冰的龙骑 那这场比赛也没有 这个BP也没有问题 看一下小果在上路 这里直接是狂暴加TP 走了 有观众问 说是声音完全不改 画面卡是吗 还有其他的朋友 有这个画面卡的这种情况 发生吗 不卡是吧 不卡呢 可能是那个 你当地的那个 马力的问题 可能是当地的 你自己那个带宽的马力 或者线路的问题 大家这里找件发条 崩狗出来以后 这里给上一个墙 墙的位置非常不错 但是这波毕竟是带着狗来的 毕竟是带着Burning的狗过来的 开着狂暴的情况下 你这个发条走不出去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选黑鸟的问题也不算太大 因为在这个游戏到达了中期 或者说更准确的说是到达这个死问的强势期的时候 黑鸟是一个去解决死问非常不错的选择 就是不管在这个死问开启自己的BKB去砍人的时候 他砍谁 你关谁 或者是他砍你 你可以关自己 在对方没有BKB的时候 你可以关他 然后去杀别人 在他的这个BKB结束了以后 出来以后 你可以利用自己身上 像一般现在黑鸟还会选择去做一个阿托斯之类的装备 阿托斯之类的 你可以把它定在原地去杀 黑鸟是一个常规用来打死问的终端 就是一号位死问的时候 黑鸟是一个常规用来处理的终端 这个没有问题 至于你说实战发挥的时候 打出什么样的这个水准了 这个有一部分是运气因素 有一部分是这个选手的状态因素 也有一部分也要考虑到 就是这场比赛这里拖了个导弹 找名火箭 所以光说BP的话 这场比赛我不认为 IG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实战发挥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我们也不要单纯的去混了一谈 像黑鸟一般会选择去做推推 BKB 还有像这个 有的时候会选择去做阿托斯等等 这些都是打死问非常好的选择 而且黑鸟出这些装备 是真正能够有效的提升他的输出的装备 就是在提升输出的同时 可以用来去针对对方死问这个点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里没有视野 小学生这个地方没有视野 冰女这个位置暴露了 这里大高穿三连了准备 让三连上来放狗 这里对方加一口没啃 给上一个拉墙 还是强行把PAPI的冰女给咬死 里边再给上一个照明火箭 一个勾 勾中了小学生 小学生这里铺一沙子 穿刺可以有了 穿刺已经有了 但是第一时间没有用 放一个穿刺直接往后撤 对方就是追不上来 漂亮 这两波节奏找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人都是追到了一个5比11 经济方面现在落后了4000 BURNIN这个位置 这有点僵硬了 其实这场比赛 我觉得大家倒不用特别着急 特别悲观 因为这场比赛 从阵容的角度来讲 还有就是secret这支队伍的一个 secret这支队伍现在 天赋爆炸 心态也特别容易爆炸 当然了第一个爆炸是好 爆一词 第二个是贬一词 这支队伍特别容易 在这个逆风局的时候迷路 所以说如果IG能够找到一些机会 把这个比赛 找到那么几波机会 去在气势上打压住对方 这个就有希望了 对方的这一波四人开悟 我看一下 看一看拉比克 这个位置没办法 被对方击杀掉 不过这一波被击杀 他只是死了一个拉比克的话 可以接受 这个结果绝对是可以接受的 对方是四个人开悟 其中包括两个大哥位 这波打完了以后 选择过来打一波盾 这个打盾的动作呢 看不到 这个眼并看不到 对方过来去打盾的这条路线 那么这波盾应该是送了 IG其实可以利用 对方在打盾这段时间 赶紧把自己的这个经济 再稍微刷一刷 尤其是激将冰这个点 现在推推已经做出来了 第一件准备 准备出一个大推推 小果的装备 应该肯定是直接 奔着天堂去做 这场比赛 该失落的时候要失落 天堂其实对于小果来说 算是一个失落的装备 就是我没有去做这个 暗秘也直接去强秒你 这个其实是一种失落的选择 但是这个选择并不差 在这场比赛当中来说 不是一个坏的选择 输出方面 这场比赛 IG需要去真正关心的 并不在于死问的输出 他们需要去担心的是这个黑弦 黑贤这个家伙 只要在团战的时候 不要被黑贤的拉强 打到三个人以上 不要被打到三个人以上 这个团战就有得打 如果被黑贤拉强到三个人 这个团战 你出什么状态都白打 没有什么用 这场比赛作为一个优势局 Secret的眼位 插的还是比较有侵略性的 而且他们插的这些眼位 除了这个眼位 是一个常规的进攻眼位以外 这个眼其实算半个进攻眼 这个不算是一个常规的眼 放在进攻眼 夜眼的常规位进攻眼 一般会选择放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侵略性更强一些 看一下上路 小学生这个地方有点危险 被冰住 小狗上来 直接挠对方的这个冰女 这个时候杀王已经死了 大鱼过来一脚跳踩 先秒一个 这个时候MP还没有BKP 但是MP手里是率先做出了一个天堂 这里关一手 可以杀 这个死问可以杀 这个死问可以杀 这个大鱼早一点跟过来给跳踩 这个推一手 大鱼给跳踩 给点灯 点上 这个时候黑鸟开始输出 小鼠开始输出 开狂暴 漂亮 站起来以后是一个没有大的 没有大的这个死问 但是龙骑跟过来了 这个波要撤 这一波打得非常非常漂亮 这波是小学生自己用杀王的这条命创造出来的一个机会 去打掉了对方身上的一个盾 再加上换掉了对方的一个冰女 虽然说自己的杀王换冰女不值 但加上一个盾还是可以的 小狗这应该是买出来自己的天堂了 对方的死问先做了一个天堂 这是小狗的天堂第一波 钻 五人开悟 这个过来开悟这个位置 对方是看到了应该是 这个眼 看这里破窝 对方的 哎呦 大鱼判断错误了 这个方向 这里遭遇对方的一个黑弦 举一下 杀王直接给一个穿色 非常果断 放狗过来打一套 先把黑弦秒了也可以 黑弦是secret这个阵容的团战发起点 也是团战确保胜利的一个点 这个点只要死了 secret现在在没有BKB的情况下 是不能接正面团的 龙骑现在他还没有出BKB 先做的是B张 加上跳刀 那么这一波的开悟 可以说是IG血转 虽然说只杀掉对方的一个黑弦 但是这个眼 还有这个眼 这两个眼 有可能会成为一会儿IG 把这个局面有机会翻回来的一个根本 杀王现在手大跳穿三连的 小狗现在没有大 还有20秒 这个时候IG可能还是想要去找机会 也偷到了一发离子盾 secret这波开悟的这个时机 还是掌握的可以 正好卡在对方这个分头杀前的这个时间 secret这些人要注意一下自己站位 尽可能还是在自己的视野范围以内 去找机会打架 这里沙王 沙王这个位置暴露了 沙王死了 第一时间扑沙子 推推走 被对方还是垂住了 过来两刀直接剁死 这沙王还是得死 反应其实已经很快了 但是他没舍得用这个穿刺提前去跨地形跑 对方也是一帮跳刀在追 确实自己很难 这波确实很难跑得掉 这波对方打完了以后 直接来推一下上路的一塔 不过secret每一次的这个开悟过来抓人啊 到现在为止 他们这个眼没有续上 像刚才的这波开悟 他们没有去插眼 四个人还是五个人 这波插了 插上眼就可以 其实对于开悟这件事情来说 能不能够去把对方的人杀掉 大概占60%左右的价值 能不能够把自己的眼插到自己希望插到的位置 来为以后创造机会 这个其实更重要一些 龙骑现在15级 天赋方面选择加了40攻击力 10级加了10点力量 现在这个东西也是非常的硬啊 小狗的经济 现在Burning是9600 黑鸟是9300 这两个人在经济的 补经济方面还是做得不错 这IG的又是一波开悟 这双方这段时间是连续的开悟 都在不断的找机会 扫描 现在IG手里面是攥着的 对方手里现在也有一把扫描 看看能不能扫到这个正确的位置 这里边没有找到人 下轮却推着对方下路一塔 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是 CG主动进攻一下 因为现在场面上 CG还是优势 没有必要在我五个人都在的 行啊 轻易去放塔 果然IG里边是选择撤退了 小狗现在的装备 还不能够成为一个制胜装 只是有一个天堂而已 Burning这档比赛 没有选择去做这个 安灭 选择做的是直接去做云锤 安灭这档比赛的价值不大 对方这个死的好一档的 加的防太高了 一下加20点护甲 你安灭只能减7点 这个作用太小 所以与其这样 不如去出一些输出环境装 给自己增加一点输出环境 延长自己的输出时间 包括延长黑鸟的输出时间 这些都比较有价值 另外就是黑鸟这档比赛 下一件装备选择出的是飞鞋 看来是在准备在一定程度上 去稍微带一带球了 看这档比赛这个 黑鸟什么时候整能够做出来自己的这个 杨刀啊 杨刀是这样比赛一个比较质变的装备 对方的莲花现在已经是出来了 不过黑鸟的莲花做出来了 龙骑现在的BKB BKB差的还挺多的 死问的BKB现在差的也比较远 经验一直没有拉开 只要比赛IG在经验方面不拉开的话 就还有得打 经济方面现在24分钟7000的经济差 虽然是不小 但是现在都是卡在对方两个大哥 质变装没有做出来的情况下 龙骑这里看到了一条狗 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打的欲望 到时间了 黑鸟的一个飞鞋在快要做出来的时候改主意了 选择要改主意要出这个BKB了 罗伯卡的大鱼这个时候开始准备去憋自己的一个点筋手 调刀已经有了 绿鞋调刀已经有了 准备去出一个点筋手 小学生的杀王现在是调刀推推 这是在出纷争面杀 C会的这段时间一直没有发力还是在等自己的BKB 看一下沙王挑刀穿测留住对方的冰女 这里给脚踩 这里给脚踩小学给上撕裂伤高以后开狂暴上来开始挠 哎呦 这个冰女好硬啊 大鱼这个地方在上点灯的时候自己背对方的莲花弹回来了一发点灯 也是有点淡 这边又是找到机会击杀到对方的一波冰女 但是这个击杀并没有能够让双方的这个经济差拉回来 这个时候在自己家里的真眼其实做了不少 其实做了不少 但是都没有能够反到对方的眼 这场比赛照着这个节奏拖的的话 其实跟上场比赛一样 就真的你再往后拖一拖的话 两边其实Secret还是不好打 上场比赛可以说如果不是对方拉比克这个神一样 上场的发挥 上一场比赛打到后期应该是能拿下比赛的 但是他们自己在这个 真的不得不吐槽的就是他们在上一场比赛最后 最后的那段时间 这个尤其是小医生整场比赛放一个大被对方偷一个 放一个被偷一个 这个确实值得吐槽一下 Secret两个大哥BKB 这两个大哥BKB可有可能要过来打一波盾 应该是开悟找你打一波 果然冰女加上两个BKB大哥找你开悟打一波 然后打完你杀完你以后杀两个人三个人以下我就打盾 三个人以上我就直接推打 这个不打了选择是直接要过来打盾吗 还是要打一波假这个时候你打盾太明显了 这里发条第一时间被对方看到 一个照明火箭照一下 这个位置有一个开悟的大鱼 对方这个时候应该还是惦记着去跟这个盾搞一些事情 想看大鱼跳踩留后排 大Q直接被秒 小医生被秒 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己冲到后排的两个人好像是挠不动对方的一个发条 还有这个发条夹腿夹腿夹腿夹上一个闪避护服 我了个去 直接被迷你万完成一波三杀 那这样比赛结束了 在对方双大哥BKB的第一波直接被打成了一波零换四 而且是对方的一个中单龙旗达成一波三杀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还可以再回头打一波盾 而且对方打盾只派了两个人过来打 剩下的三个人选择直接把你中路的二台给破掉 对方的这个双大哥BKB这波太强势了 这个没办法 这个真的就是实打实的打不过 就是打不过对方 没有办法 你这波团战就是IG所有的技能全都放的完美 都打不过这波团 装备上的差距太明显 对方的两个大哥现在都是三质变装 这个龙旗跳刀必张BKB 然后呢对方的这个死问是跳刀BKB 加上一个天堂身上还有一个封脸 都是三个甚至四个质变装 在这样的背景下你的小狗现在就是一个B章加上天堂 而这两个道具对于小狗提供的输出所提高的这个输出 对于对方的大哥位来说都不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威胁 龙旗自带20多点将近30的护甲 然后呢 再加上死应该吼一嗓子 这就护甲就直奔50了 这里跳锤 锤住以后开大开封脸 小狗直接被秒再往前追 推推过来以后留住大Q的一个拉比克 拉比克这也直接被对方剁死 那么这样的话这张比赛应该马上就结束了 这个连续死到两个人 对方的龙旗连变龙都没有开 当然加上没有CD 不过这波冲上来以后 IG这些人现在打不了 正面团真的打不过 这个制变正好差一个制变装 这黑鸟还是选择做了这个飞鞋 那黑了 没有战斗力 黑鸟这个身上的这个经济完全就是就是一个缓的 一万三千多的经济里边有超过五千块钱 不提供直接战斗力也几乎 Burning这里直接被对方带走 这个直接上高 这就是正面完全碾压 就A过去就赢了 这鸟只选择买活 出来荣誉一波 沙王这里一个大吊穿三连打出来 但是你看这个伤害 就伤害完全不够了 现在 真的是完全不够 你所有人的技能全都打出完美团都没有价值 这波黑鸟也是马上要死 这个大招其实效果不错 效果其实是不错 但是还是打不死人 那么这里IG选择打出了GG 恭喜Circate 2比0战胜了IG 那么晋级到了这个半决赛 那么 秘密在半决赛的对手将会去面对他们的速敌 EG之队伍 面对EG这支队伍 那么一会要进行的呢 将会是VP去打 VP打哪 VP打液体 下一轮的比赛将会是VP打液体 这档比赛呢 值得去分析的和这个回放的点的不多 我也就不再浪费大家过多的时间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大家订阅和收藏我的频道 也欢迎大家能够打赏支持给我 加油的QS群521-017153 或者是关注我的微博 第一时间了解到直播的预告和直播的通知 好了 这档比赛就给大家测试到这里 我是档老大叔 咱们稍微休息 一会儿给大家带来VP对战液体的比赛